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意上 多挣点银子 那才是正道 少爷 这宋敬贤现在也太跋扈了吧 您这刚说给他十万两银子 他就开始不说人话了 那你想怎么着 您还想把他杀了呀 您一句话 您一句话 少爷 我雷本斗 我闭嘴 你长了几个脑袋呀 赶紧给他拿银票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官 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那你说说 今天竞标的时候 你怎么想的 说竞标 董之后 他喊到两万两的时候 我眼前一黑 我知道我完蛋 因为我所有名字加起来 就是两万两 那是我的底线 就在这关键上 一张银片 三千两 白头说的 当时一向就觉得 这是老天爷的可怜 这么多年 吃了那么多的苦臭 那么多的玩 老天爷他不忍心 一个机会他不给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都觉得这张银表 是你给我的 于是我一回头 我一回头 你果然站在我身后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竞标我赢定了 他俩下馆子去了 让咱们在这儿干活 你梅牙姐不给你拿包子了吗 梅牙姐 包子好吃 你慢点吃啊 别噎着了 你自己想想 我给你的仅仅是 这是三千两银票吗 对啊 还有那放证室先生 所以啊 你要是发了大财 我是不是收购 当然 那你这么信我 我 有点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猜不到 但你要什么我可能猜到 我 我要什么你 你算 我要什么 你说你要什么 我爹早就说了 你是做生意的料啊 现在你有五千桶水泡 再加上你原来存的一千多桶 一共是六千多桶 你这个时候冠冥西夜 你想干什么 笑吗 现在市面上 染料火源那么紧张 战事一开 航用一段 你那六千多桶水泡 火金方生使先生那么一脚 他还得赚多少英字呀 你说发大财了 上了点 上了点 你确要大声说吗 是他什么意义的 你真要当大老板了 我猜对了吧 这就是你爹叫我的 做生意要顺势 这差不多了吧 我还在想 侧柳和韓真还在家等着他们呢 火金 再来两壶酒 真没想到 这整条街的染料行 都开着门没有货卖 唯独是有这瑞祥一家 还有货呀 汪老板 赵老板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操户着闹啊 你们不是只做正品货 不做水泡货的吗 哎呀 此一时彼一时嘛 现在这个当口 谁还讲什么正品货水泡货 我恨不得把童笛啊 刮一刮拿出来卖呢 哎呀 这十多天了 雇主来了 怎么办呢 陪着笑脸做解释啊 没货呀 这眼瞅的银子就是挣不到手 这 你瞧瞧 瞧瞧 这各位老板基本上都到齐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是染料工会在这开会呢 是 如果看今天这个局面啊 想要拿到货不容易 是啊 我今天啊 就是给周老板磕头 他也得给我一两百桶 要不然呢 我一家老小 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温城 叫他们快点 我怎么 爬上 慢点啊 小心点 小心点 放这儿 注一注意注意啊 那儿 慢点啊 小心 那儿 小心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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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阿良哥 请 诸位 早 周老板早 周老板 我可是一大早就来了 今儿您无论如何 得给我云三百桶 周老板 我们的关系不错 我以前一直是从你这里进货 今儿不管怎么定 你得给我一百桶啊 周老板我要两百桶 我要四百桶 我要五百桶 周老板 我要四百五十桶 好好好 不急不急 在我今天开卖之前 先麻烦大家个事 我想请诸位 帮我鉴定一下 这六桶染料的品质 请 王老板 张老板 李老板 你们都是行家 鉴定一下吧 来 闻闻 闻闻 嗯 诶 周老板 你不但有这个水泡货 还有正品货 什么水泡货 正品货 今儿这货呀 全是这成色 周老板 您开价吧 我要五百桶 周老板 正品货在市场上是七十两一桶 我加上五两 我要五百桶 八十两一桶 周老板 我要三百桶 我输九十两一桶 周老板 我输九十两一桶 周老板 看见我 富民银行 卖给你五千桶 水泡货的份 我现在出一百两一桶 所有的货 我全要了 我也出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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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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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我把话说完 我周汉良 从不作媚良心的神秘 实话告诉大家 刚才你们已经 鉴定认可了的这批货 全部都是水泡货 这 这不可能吧 染料这一行 我干了十多年了 这个橙色 我分得清啊 战争案件 是水泡货 不过我用我的办法 把 把水泡货 还原成了政兵 所以啊 还请诸位真主 想好地再开展 一百两 富民洋行 不变 只要是这种称子 我富民洋行全包了 哼 我出一百一十两 这老板 我就一千桶 我也出一百一十两 我也出一百一十两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大家认可这批货的品质 哦 那现在我就出价了 一百一十两 一桶 我不卖 不卖 这 这老板 我们都是同行啊 心不要太黑呀 已经一百一十两了 周汉良 可以了 我们这些小商户 是拿不下几桶的 哎 好 周老板 就依你 一百一十五两 所有的货 我要 一百一十五两 我也不卖 我周汉良 从做生意的第一天起 我就牢记 诚实守信 我不是先生 更不会去发国难财 这批货的品质 虽说和正品货 一模一样 可它毕竟是水泡货 总不能卖正品货的价钱 所以我想好了 今天这批货定价 每一桶 六十两 六十 疯了 六十两一桶 最后一句 我希望这条街上的 所有软料房 做生意员 都齐心竭力 有钱 大家一起赚 昨天晚上我算了一下 我一共有六千二百八十 这样的水 差不多每一家店 能够云上一百八十 我的心愿 借大家燃眉知情 明天一早 各家店铺 能够生意形容 我们睡会儿去了 昨天又熬了一宿 回个生啊 回个生啊 大家要是都同意啊 就交银领货 排好队 来 我去排队 那我先说 你说 你刚才 真有大桥风头 我从背后都看到了 就一个感觉啊 玉树临风 什么风 玉树临风 虽然我快说吧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体多吗 起码三十万两 你看看你美的 有钱的感觉有那么好啊 这是真的吗 你瞧我瞧 我看我疼不疼 真的假的 瞧瞧瞧 这是真的啊 你也是个财迷啊 有点钱就论这样子 什么呀 一万两银票 我刚从柜人收来的 还给你 什么意思啊 没有你的三千两 我能有今天啊 那三千两 是我们组织的 我必须还 那你这七千两 是什么意思啊 朱寒梁 你是不是觉得 我帮你是为了钱啊 不不 您 你误会了 那三千两 我肯定要还给你 多的那七千两 算我允许了 你们不是缺钱吗 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一般的主 我没什么本事 不过我敬拜你 是吧 所以 这七千两 就算我捐了 不是想找人帮你花钱吗 那行 我好久没做衣服了 给我做几身 上 做石套 春夏秋冬断都没请 不够 那你多只管做你一千八 哪也都不够 我说什么来的 我说什么来的 这里头肯定有名的 一桶六十两 六千八百桶就是四十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周汉良从一个穷光蛋一夜就变成大富翁了 把你手里那几百号人你怎么给我盯的啊 盯来盯去给我盯出一大富翁了 是不是先我懂之后在上海他没对手 你非要给我找个对手啊 没 少爷 真不敢 真不敢 不是 当不就差那么一点点吗 竞标那会儿他报两万三千两 您说您再多报个几千两 那四十多万两银子不就咱们挣了吗 你放屁 我把那水包给我拿回来 你给我变成正品啊 少爷 这这周汉良不就挣了点银子吗 不是四十多万两吗 咱们虎记随便拔根寒毛都比他腰粗 小鱼翻不起大了 那不用拿着 谁挣这钱这周汉良也绝不能挣 这周汉良这太像了我这下凡啊 他怎么就能把水包货给我变成正品 这后子肯定是云邦的 你知道这周汉良是什么人吗 他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孙悟空 你必须把他给我压在五指山下 他要翻身出来 这个天下就得大乱就得大乱 你懂不懂 你懂干啼你懂 滚 哥 秋柳哥来了 汉晨 西游记 阿良哥 当大老板了 要办堂会啊 演哪出啊 我可没办上 废话 坐 支霞姐 不留 没呀 支霞姐 坐稳点 六千八百桶水泡货 到今天为止一桶不少 全卖过 好 我可真成大老板了啊 好 那我今天 我就按大老板的座牌 安排一下你们大家 吃什么呀 就知道吃 第一件事 从明天起 我就不是瑞翔的老板了 我留一万两银子给汉晨 从今往后 他就是瑞翔的掌柜 多好啊 汉晨 一万两银子 我家这么大一铺子 还不赶紧谢谢你哥 有什么好谢的支霞姐 她就想让我干活 她拿着钱没事吃和玩乐的 第二件 初留 你可别说给我银子啊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是不是 梅雅 你老跟着我 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人梅雅 这得问人家梅雅啊 我可跟你说啊 你可别说给我几桶水泡货 帮我弄加铺子 再拥我几万两银子 然后一脚把我踢出去 不管了 这买卖 我可做不了 这真难说 有一桩买卖 你做最合适 昨天晚上我到共舞台去看戏 看完戏我办了一件天大的事 我用两万四千五百两 从耿老板手里把共舞台给满下来 从今往后 你都是共舞台的老板 阿良哥 你想得太周到了 初纽 还不快点谢谢阿良哥 做这个准合适 谢什么呀 他是我哥呀 既然梅雅答应了 这个老板我就当了 可咱现在得说清楚啊 如果有一天 这戏园子做杂了 我可还会来找你 你答应不答应啊 梅雅你问他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第三件事 除了徐伯那一万两银子要还 我准备再拿出两万两 捐给四民工作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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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纽 明天晚上我请徐伯支配 我在东福原定了一个最大的雅间 别忘了提醒我 那就是最后一件事了 那就是第四件事了 咱们这个染料铺子啊 从开张到现在 能够有今天 小恩 有功之身 所以李久当然 也应该有答应吧 初纽 你给我作证 我留意一半点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他愿意回头 这银子都是他 大家都安排好了 那你呢 你打算干什么 宝贝 我 我 上回上 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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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uté, nous avons déjà eu notre leçon Ah bon? Quelle leçon? Quelle leçon? Les gens de Nimbo protestent et font des problèmes Et donc nous avons compromi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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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père que cette fois c'est pas la même chose Colonel Louis, je vous prie de rester calme Je suis soldat Je vais protéger la garde de l'armée française La dernière fois l'ambassadeur était trop faible Avec les sauvages Il ne faut pas uniquement utiliser la logique pour négocier Cette fois-ci je vous ai demandé de venir pour leur montrer Qu'on est aussi capable de négocier avec les armes Je vous remercie de la loi Je vous ai demandé de vous faire Vous avez dit que la loi de l'armée française Je vous ai dit que la loi de l'armée française Je suis désormais 武力予以驱除 加油 平野先生 你这是什么强盗国际 这里虽然是法租界 但是你可能忘了两件事 这是四民公所的地契 这个地方是宁波的父老乡亲 花钱买下来的 也就是说走进这个门 它就不是你们法国人的 是宁波人的 是中国人的 这份地契 是被你们法国人承认的 第二 强占争地的事以前发生过 道光年前 你们就曾经要霸占四民公所 结果死了七个宁波人 最终你的前任米歇尔先生 经过谈判 与我们达成了协议 法国领事 承认四民公所的恶法地位 永不在此修露争议 这些 李叶先生 不会跟我说不知道吧 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那好 去 你帮你的证据给我看看 你帮你的证据给我看看 你... 你们Э,这是一帮强盗 一定不懂 现在你们已经没成交 Bank 你们可担分 你们应该批识 就必须山洞 ه 那我的话 你们出费把我打死 你们出费把我打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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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良哥 不是让你去接到老徐伯吗 你怎么跑回来了 出事了 法国人要强占四名公所 他们开枪了 把徐伯打上了 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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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 连佯 徐伯他已经走了 徐伯他走的时候 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他有两样东西 要我交给你 徐伯有心 早就有准备 他交给法国人那些文书 都是假的 这是份地契 他证明 市民公所的地 是我们宁波人花钱买 应该永远属于宁波人 这是份协议 是当年法国领事 与市民公所所签的 法国人承认市民公所的合法地位 永保不在此足地 争地 我们手里 有了这两份东西 正义就在我们这里 我现在 把它交给你 我只能够去 我们南部是用海洋的 你爱你 我可以 拿了这两样东西 你就是四民公主的主持者 你却有责任 要让法国人答应 在第七与协议上的所有条款 你要拥抱四民公主 是属于我们宁波人的 我明白 好 从现在起 四民公主听你的 宁波商会听你的 所有上海的宁波人都听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宝 我会为您讨回公道 为四民公司讨回公道 阿梁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我懂杨文 要是真坐下来谈判的话 我能帮上忙 你现在出去不合适 虽说风头已经过去了 可官府一直都在抓你 正愁找不到人呢 再说了 什么谈判不谈判 我这趟局 压根就没指望法国人 能够良心发现 我这是先例后并 张志 你是什么人 这里是法国领事馆 外人不得随便入内 去通报毕业领事 就是四民公司的权权代表 周汉良要见他 后来一体不在于 是否贵不可疯 是不在于人 这两个人 看到杂谨 的 每个月 我已经说了 現在是你們領事畢業 你這個中國人的口氣可真大了 小子 我告訴你 就算是你們兩間總督要見我們的法國領事 都要提前預告 你有什麼事 先跟我說 我是為了你們不尊重協議 不顧契約 派兵強徵四民公所 開槍殺人的事來 我要討論說法 還是這件事 我們已經通知過上海島 聲音只是指向 好吧 既然你當 代表 我再告訴你一次 一個月之內 四民公所都必須給我搬走 這麼說你們不願意談判啊 跟誰談判 跟你談談 聽我的寶貝 乖乖地搬走 現在給我滾蛋 既然不談 那就只剩下一套 打 關鍵問題是怎麼打 就憑斧頭砍刀 扁刀長矛和洋槍洋炮屏 那就是白蘇斯 打要打贏的 不過結果之能力 必須打贏 小小發足劫 屁打點力 那麼多少人多少槍啊 我就不信 咱們在上海的全體寧波人 如果變成一個人 就打不過頭 阿根 在 你負責 所有在法足界做苦力的 拉車的 賣豹的 做保姆的 賣菜的 逃糞的 擦鞋的 扛碼頭的 從明天起 一律停止為法國人工作 全體罷工 是 到老 在 請您通知 在法足界的全體寧波上 店庫館張 飯館大洋 處理 在 醫院卸業 早堂關門的任務 就交給你 全體罷工 是 全體移工 在 請你們分散到所有的學校去 請求他們支持我們四民公所 老實罷教 學生罷科 總之就是一句話 讓法足界 刊掉爛掉 臭掉 直到他們清楚為止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中國人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中國人陛下 四民公所陛下 中國人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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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罢工 罢师 罢教 现在法租界倒是瘫痪了 生意人还好办 那些苦力的吃饭就成了问题 现在四民公所所有的钱都拿来买粮食了 汉辰 还能坚持几天 最多能坚持个六七天 汉辰 看你想想办法 汉辰 哥 你到瑞香拿五万两银的 明天一早到湖州去买粮食 一个月不够就撑他两个月 两个月不够我就撑他搬进 知道了 哥 早点 最近我忙顾不上你 既然你到四民公所来做义工 索性就搬过来重备 这样你省得两头跑 也安全 我听你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我寻补房的兄弟们说了 说现在英租界 德租界 俄租界全都坐不住了 都要去找法租界交涉呢 我说宋大哥 你别光跟菩萨在那儿躺着 你倒是说句话呀 早晚的事那房子肯定找到你那儿 如果您想起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想起来 认为恤光与点栏目 您想起来 承认正确性的情况 那法国老太不了解宁波人了 你是宁波人 你了解 所以法国人点名要你出身 我早就想到有这出了 所以这几天我就没睡好觉 他们拉的屎让我去擦屁股 他们早干嘛去了 不是我推辞 这我一出面摆明了 就是跟所有的家乡父老为敌 这不是做买卖 这根本就是自找不痛快 这就是买卖 法国领事皮叶先生 已经找了上海倒台 长江巡异孙大人 还有我 他给的银子我们都收了 这买卖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你别忘了 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军火生意 从法官那边 没少成银子 我看什么事 白阶贻 你看谁来了 各位父老相信都在 这董某最近一直忙着生意 发生这么大事也没来看望大家 实在是不好意思 大家都忙 有什么事说 咱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干嘛去 我们家上去 你没听见 董老板说要找我哥单独谈 你上去上干嘛的 我跟你 这下可以说了 首先我得祝贺你 现在你已经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了 这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这连四名公所都管了 怎么样 管这事你做生意累吧 说不正事 阿良 这次这个动静确实太大了 这个租界瘫痪工伤疲软 不仅惊动了上海道两江巡域 连朝廷都惊动了 只是这事你不能一直就这么僵下去吧 这苦力他得做工吃饭 这个商人得开张营业 这咱都是上海滩的大老板了 就得为这个上海的繁荣和稳定负责任 你说是不是 没听懂